安痛定,去通骗这些药物你一定听说过,对于一些上了年纪,的人更是在熟悉不过,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的感冒药,时至今日,仍然还有人在用这些药,但是这些药里面还有的一个成分MG比林,早在四十多年前,因为有严重不良反应,甚至能导致死亡,已经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列为尽用。 1884年,德国化学家Laluri在研究抗热药奎宁类似物的过程中,偶然间合成了MG比林,并发现了只有一定的解热阵痛活性,但毒性较大,受马非结构中MG的启发,在MG比林分子中引入二甲基MG,在1893年成功合成了MG比林,并于1897年正式上市,MG比林属于5B作林同类药物, 有明显的解热,阵痛,抗炎作用。 要知道MG比林上市第二年及1898年,不老实要阿斯匹林,才刚刚被发现。 在那个几乎没有对手的年代,MG比林火遍了全世界。 但是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,MG比林导致人体白细胞,特别是粒细胞减少的报道层出不穷,有道量病人出现口腔发炎,发热,黏喉痛等症状。 这些不良反应并不是最可怕的,最可怕的是有些患者使用MG比林后,导致了死亡。 到1934年时,仅美国就有1981人饮食用MG比林导致丧生。 1938年,美国食品药品间德管理局正式将MG比林提出法定药物目录。 1982年,美国也略为淘汰药,但时至今日,市面上仍有厂家生产含有MG比林的药物。 在MG比林之后,为了增加MG比林的水溶性,在气氛子中引入了药甲基硫酸那得到了安乃劲。 之后,安乃劲也没有幸免,在全球30多个国家被禁,我国仍然保留了安乃劲。 原因是考虑到安乃劲制成注射机后解热,诊痛迅速而强大。 因此,注射液仅在病情危重,其他药物消失,又于紧急退热,文中拍头提及的去痛片,含有另外一种解热诊痛成分非纳西丁,同样是一个在国外被禁的药物,曾在欧美报道了2000多厘身损伤事件,包括数百医生衰竭导致死亡的案例。 有的病人即使停用非纳西丁长达8年以后,还可因肾功能衰竭而死亡。 有关国家政府采取紧急措施,禁用之后,肾脏病人的数目才开始明显下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zialist点赞 禁用纹多文和首席